. いやー Yeah 等於現在要出去 所以想要來錄一個簡單的get ready with me 然後..剛剛其實已經出門過了 我剛剛去吃東西 好像我在裝潢 等一下可能會有一些雜音 那就是盡量避開 那我今天出門的時候 最近還蠻喜歡用這個 禮膚保水的噴霧 然後這個是那時候很防去法國買的 因為那時候 他就說禮膚保水啊 雅樣反正就是 法國品牌的在那邊買的都很便宜 然後因為我沒有買什麼東西 我彩妝品 我在那邊好像也沒有買什麼吧 然後我還買了兩瓶 貝德馬就是買蠻多水 回來的 然後我覺得蠻想起來 我覺得有點瘋 ASO的精華我用到 剩 用到剩這樣子 剩四分之一吧 我覺得他對我來說替代性還蠻高的啦 但如果哪一天不知道要用什麼 我可能還是會回去買這個 精華好差這兩個 這個是沒有長痘痘的地方 或是沒有粉刺的地方 我就會上這個 因為他質感摸起來是比較水的 所以夏天當精華擦的話 會蠻舒服 然後不知道我就全臉擦 擦完之後我才去擦 他是做什麼用的 他就是痘痘肌可以用的 精華乳 精華液 然後我覺得擦起來還蠻舒服 所以我現在變成是 長痘痘的地方 例如說鼻子啊 跟下巴唇周附近的話 嘴巴附近的話我才會擦這個 全臉我就不會擦 也可以省著用啦 就是分開來用我覺得也不錯 我那天有拿到衣服的乳液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我那時候週年 好像週年慶吧 就買不知道買了什麼 就有了兩條 試用品的我就盡量不要買 因為東西真的堆太多了 我覺得再買下去就有點浪費 然後我出門還有擦這個 上次那個韓國彩妝的影片裡面有講到 鄭宣摩他們家的濕底乳 然後這個是防曬 然後這個 它有一點像素顏霜的感覺 今天早上起來的時候臉還蠻蠟黃的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都把它放著沒有在用 然後是那天很趕著要出門 就是那天要跟我媽吃飯 然後還有男朋友 然後趕著出門我就擦這個 然後還有那個Benefit的那個唇頰液 我今天 那怎麼辦好像會 吃工蠻久的 那我等一下就先用suku的 這個地管 它是新的 然後它也是要搖一搖 比較水的 我覺得像用海綿的話就會有點浪費 那它就可以用刷子啊或者是手上都可以 然後它就是很水 這種質地的 我覺得像比較適合皮膚沒有什麼瑕疵 然後你只是要潤個顏色 很自然的人 就可以選這個 不然水歸水 但我覺得它還是要定妝 因為像我是那種很不喜歡定妝的人 定妝之後下巴很容易會有小 就是白芝麻 那定妝之後就沒有這個問題 但整體來講它還蠻能快速上妝 所以對我來說還蠻方便的 拍進去 用海綿拍也可以 你可以用手擦完之後然後用海綿拍貼 它就會吃得比較進去 底妝是比較水的嘛 遮瑕就可以選擇比較 不能說乾 但它的粉質 它的粉感會比較重的遮瑕 先當第一層底 怎麼講 它的材質比較能黏在比較水的底妝上面 然後你最上面那一層你這樣比較水的去蓋 它就不會造成 比較不會容易造成土石流 因為你中間有一層地基嗎 中間有一層地基它就比較不容易滑落 所以底妝的第二層如果是比較水的底妝的話 第二層我就會選擇像是這種乳霜質地的 或者是這種 不然我們用這個看看好了 只是它們家的1號沒有到特別白 然後因為底妝本身又比較潤 所以你在上的時候啊 就是用拍的會比較好 用刷子也可以喔 沒有一定 就是 我們要自己去找 自己喜歡的方式 但我用手是覺得蠻快的 然後眼周的話就是輕輕的 把它拍貼 像它跟下面的底妝 水乾底妝 融在一起的話 它的那個粉感就會比較沒有那麼粉 它就會跟下面的水乾底妝融在一起 就這樣子啊 好 Bunifat的新的蜜粉 這是它們給我的 然後它叫Cover Stay Bake 然後Fix Powder 所以它可以Bake 然後它也可以定妝 我那天是先幫別人用 然後我用的感覺我覺得還蠻好的 所以我最近還蠻喜歡用這個 其實是這樣 但我很喜歡把它全部打開來 嗯 有點像氣墊的那種感覺 是這樣打開來 然後 這邊粉撲 這邊才是蜜粉 但我很常就是會 把它當蜜粉 然後就這樣打開 但也OK啦 只是覺得自己很多次一舉 我喜歡把貼紙留著 就是它這個方 這個貼紙 然後 會再把它敲出來 不然很容易這上面就會有很多蜜粉 就是會 會 跑上來就對了 我不是很喜歡 但我又不喜歡用這個蜜粉撲 我覺得它粉撲有一點 不夠 不夠膨嗎 就是 不夠彈 它就是比較 比較硬的那種 蜜 那個粉撲 所以我還是會喜歡用自己的 一定要把粉 沾 沾 紮實 現在 有上遮瑕的地方 就一定要上 蜜粉 但我兩頰比較乾 我一樣 這次就 稍稍過過 然後 剩下還有的 像是 T字啊 B字 還有我剛剛有講 下巴我會容易有 白芝麻的地方 我也會把它 乖乖的定好 它就真的比較 乖 不會 跑白芝麻上來 然後多的就是可以 全部往 旁邊 刷 然後眉毛一定要 夠 夠多的蜜粉 你等一下畫眉毛啊 或者是 到了下午 它會比較不容易脫妝 我粉量都不會太多 因為我還蠻乾的 偏乾偏乾 不要說很乾 因為 那天去化妝真的遇到 比較乾的阿姨 然後我就會覺得 喔 我好像還好 因為那個阿姨 的粉 粉量 我覺得用的比我自己的還要少 因為現在 現在怎麼講 現在影片傳達 所以必須要 我覺得要把 傳達的 細節 講得清楚一點點 對 你們也比較好 那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雙城公寓 然後 我覺得 有發聲的能力 或者是有 有 傳達的能力的人 我覺得 講的話都會蠻重要的 所以 現在我覺得講話 本來就是要負起責任沒有出用 像現在做影片 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意識跟想法 都會講出來 當然 當然也會有人鼓勵你阿 或者是有些人會去挑你不好的地方 我現在畫眉毛 讓我就邊畫邊講 然後 我就開始 因為我 算是蠻 好奇 網 真的開始網路的生態是什麼吧 因為當你開始 要做影片的時候 你收到一些 留言的時候 你會 你會 怎麼 怎麼樣去面對 或者是 你會看到網友的一些反應 是什麼 即便他們不是真的很認識你 因為小花的新聞發生了嘛 然後我就開始去找 因為像 韓國有一個藝人學歷 她也是 去年的時候 因為 網友的 就是被網路霸凌吧 我覺得 我會蠻好奇網路的生態到底是怎樣 即便我已經用了這麼久 我會覺得網路已經像是另外一個世界了 那 是不是要有人去 做一些什麼事情去 因為像我們現實生活中 我們會有法律 然後 我們會有一些 有一些界線 會告訴人家說 這件事情可以做跟不能做 但好像在網路上面 沒有法律 然後大家都好像是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後完全不用 不用負責任 然後 你完全不覺得自己講的話 會造成人家什麼困擾 或者是什麼心理傷害 她覺得講好像就是 講出來了 反正 你出現了 你在大眾面前 你在網路上面 就是必須要去被評判的 然後我就會覺得很驚訝 然後就是 我就會找 然後 我找到了一個韓國的節目 然後她是 只要是韓國有發生什麼事件 她就是 會做 會去查真相 然後就會把她的脈絡 全部都是 查出來 像前陣子勝利的新聞 總統的新聞 然後 還有雪莉的新聞 然後 我去看了雪莉的那一個 她去 她那個節目還蠻認真的 她去 上網找 instagram在下面罵雪莉的人 例如說 反正就是一些很莫名其妙的 的留言吧 然後你去看了 你就會知道說 我們就去找 當初在下面留言的人 為什麼要講這個 她說 我有留這個留言嗎 我沒有印象了 而且我不知道這個留言會造成 什麼傷害 那時候才發現 很多人都不覺得 網路上面的話語 是必須要負責任的 甚至是代表你這個人的想法 或者是代表你這個人 大家覺得講出來 好像就是發現 你是公眾人物 你必須要接受 我以為那些人會很認爭 因為我覺得怎樣怎樣 她不應該要不穿內衣 或者是怎樣怎樣 因為在韓國文化怎樣怎樣 算是保護女性 但我覺得 無所謂 但她 她給的答案就是 喔 我不記得我有這樣講 然後我就會覺得 蛤 就是 我覺得蠻 驚訝的 就是 以前在做影片的時候 我是不想要 不想要講話的 但我後來又會覺得 當我有難力 或者是當我很勇敢的想要把自己的想法講出來的時候 我會覺得 你可能用你一點點的力量 然後你去 讓大家知道你有這個想法 即便你 你同意或不同意 大家如果是大人的話 是可以很理性的 我們來去做討論的 但我沒有要公審的意思 我只是要把這件事情說出來 我只是要跟你們說 網路很方便沒有錯 可是 你們說的話 是會有辦法影響到別人在看的 或者是 或者是我 或者是我身邊的人 像公眾 真正的公眾人物 例如說 蔡依林 或者是 呃 政治人物好了 我就會覺得 他們的心理建設真的 都蠻好的 就是蠻 或者是他們是有專業人士 會去幫他們去做心理調節的吧 我覺得蠻 嗯 我覺得大家都有自由沒有錯 可是你講出來的話 唉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說 我看到新聞 他說 日本很多網友 就是留言的人 他就是 把他的留言刪掉 或者是 去把他的Twitter帳號 註銷 我就會覺得 你不知道你講的話 有可能會 會變成 你講的話 就是你自己啊 你註銷你覺得 人家查不到嗎 我覺得 因為我 我可能 我可能會有別的想法 在於對於 自己不喜歡的人上面 但我不 我不太會 我不會 擺了明的 就是去罵他 或者是會罵一些 我覺得很難聽的事情 我覺得 不需要吧 好啦 我最近很喜歡用這個眉膠 因為他不太會掉 他有附刷子跟 跟 眉刷 他的顏色有點會像是 你有上染眉膏 然後你也有上眉粉 的那種感覺 所以 就是 超快速 眼影盤的話 我今天要來用這個 這也是新的 是Pony Fat 很喜歡的 這一盤 喔 他們家有兩盤 然後我真的都很喜歡 因為 他有眼窩色 然後也有亮片 因為 我是很喜歡亮片的人 但是呢 他也有那種 歐美盤很讓人 匪夷所思的亮粉 就是那種大顆到 大顆到很像沙子的 那種粉感 然後 他有兩盤 這兩個 這兩盤真的都很美 連這個藍色都很漂亮 所以這兩盤我是真心喜歡 但說真的 要日常的話當然是這一盤 這一盤 它是會有日常色 然後跟特別色都有 所以你真的會覺得 你想要收一盤 都可以用 就是一盤萬用的話 可能就是這一盤 但是這一盤的話 就是超日常 你就是 非常有把握 你今天不會 想要用一個什麼特別色的話 買這一盤就可以了 它的亮粉顏色都很漂亮 這兩盤我都還蠻喜歡的 那我們今天就來上這個 喜歡 我真的顏色都蠻喜歡的 尤其是這一個 它是有底色 但是又有亮片的那種顏色 所以我還蠻常擔上 你看它的亮粉 很可愛 所以我還蠻常擔上這個顏色 然後畫個眼線就出門了 會比較容易掉亮粉的話 就用這種邊刷 比較安全 因為你 你兩邊就是沾滿 然後你把它 然後你用 壓的 把顏色壓上去 它的亮粉就比較不會掉 然後記得要先從根部開始壓 然後你看 就是你看 上面粉不夠了 你就再壓就可以了 這個顏色算蠻溫柔的 但是它有一點點亮粉在 然後你就會覺得蠻可愛的 偷懶的話這個顏色就可以直接上 我今天不想要太紅 用棕色的去壓在眼尾 就是黑眼球的後面 把眼球的上面 就是這個三角區塊 用壓的 然後它就會有一個輪廓在這邊 然後可以先不用暈開沒關係 但也不要畫太高 不然很容易妝感 看起來就會比較濃 然後 三個是比較大 大亮片 然後通常會放到眼球上 都是我啦 我會放的就是這兩個 這個就真的是那種超大 超大的那種亮片 就是可能真的要 裝重一點的時候才會上 然後這顏色很可愛喔 它是 底是有點黃黃的 但是它的光上去 它會有點綠綠的 可是不是那種很可怕的綠 是還蠻可愛的綠 所以我通常畫完之後 界線前面這一塊 我就會輕輕的 壓一點點 這樣 就會很可愛 這盤 這盤我覺得 這盤我最喜歡的顏色 有很多耶 就是 一二三四 五 六 我喜歡這六個 我覺得算多了 然後其他顏色都還蠻OK用的 OK用是什麼 就是蠻實用的 對我來說啦 這個顏色很可愛 這樣子 而且我只有上一點點 我沒有抹很多 我很喜歡 一色他們家的眼線 膠筆 他們家的咖啡色 深咖 中咖 我都超愛 但我好像比較常用的是 淺咖 然後今天會用這兩支咖啡色的 先用深色的 先 先打好底 然後就是順著睫毛 然後 有時候拍完影片 然後可能 可能下午出去 跟男朋友去喝咖啡 跟男朋友去約會 然後他看到我 他就說 你剛拍影片 然後我就會覺得 很煩 就是 男生其實都看得出來 你的妝感是什麼 只是他們不知道 要怎麼去分辨 然後男朋友現在看我妝比較濃 他就會說 你剛拍影片 然後想說 對怎樣 但他也不會說什麼 他就知道 他說 喔 蠻酷的阿 今天妝畫得比較猛 很好笑 深色咖啡色先打好底 在用淺色去做延伸的感覺 有點像是畫畫 深色的 深色都是在梗部嘛 所以我們 睫毛 眼線的顏色 一定是要黑阿 濃阿 可是因為現在 的趨勢 他們 是比較 喜歡 不要降氣太重的話 我們黑現在會用的少一點點 然後反而 咖啡色會用到蠻大量的 利用顏色的視覺 去讓你的睫毛 延伸拉長的感覺 所以 我還蠻建議大家 可以去試 或者是你有黑色的 你可以先用 然後你買一隻淺色的咖啡色 也OK 這種就是很魔鬼藏在細節裡面的地方 衣服的顏色是 就是 是這種 是這種綠 然後是比較 是有一種 風格 就是顏色真的比較輕鬆啦 我今天妝的比例會抓得比較平衡 就是 濃度都是一致的 最近很喜歡這一顆耶 之前都沒有拿出來用 太陽出來了 趕快 這顆 它有一點會飛粉 可是它顯色度也還蠻好的 所以便宜的 然後又蠻好用的 然後也蠻可愛的 就很好入手啦 然後因為今天妝是有點橘子的 所以 我就會上一點橘色腮紅 跟你的衣服去做搭配 今天腮紅會比較可愛一點 好 然後口紅的話 喔 這是我之前買的 然後 那天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那天 就想到就想要拿出來用 然後還是很喜歡 雖然它的香味會有點重 可是它的質感我覺得我超愛 就是霧面的 可是它又不乾 然後它有點像慕斯的那種 妝的那種感覺 跟你們說一個小撇步好了 就是啊 因為我的唇很容易會吃口紅 就是 它雖然很淺 所以你掉了之後就會比較明顯 然後我會先用 跟它顏色相近的 唇釉 就是會流色的那種唇釉 所以我會先 先 全部塗滿 然後用手過一下 然後用衛生紙輕輕 把上面的壓掉 就是它流色的顏色 然後這時候我才會再上唇彩 然後 就是剛剛的顏色 這個 這個 身形是比較厚的 因為之前姿勢蠻不正確的 所以 比較厚的身體 如果是穿T恤的話 我覺得很容易看起來就是會很像 我媽在 會直接綁低馬尾啦 可是低馬尾這樣看的話 這一塊就是會還蠻明顯的 所以我有點像是怎麼講 視線轉移的功能 就是會綁一個 比較 不規則的包頭 前面這邊會有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通常就算中分好了 我可能會分 就是睡醒的時候 中分會跑到這邊 滑掉 就是 讓它的分線不要太明顯 就是會到比較前面一點點 前面我會有一點 有一點這樣子去分 可明顯可不明顯都可以啦 OK 就是 讓它把線分開 然後 抓 後面就是用手過一下 然後我會 不知道這樣才會看到 就是有點像是把它轉 然後到這邊 然後上去 應該 有拍到吧 然後先綁比較靠近裡面的位置 把這邊徐徐都壓好 然後第二圈再繞過來 到第二個包這邊 這邊卡住 然後 就好了 就是 比較隨性的低包頭 這樣子 然後有時候它會有一些 唱出來的那種鬚鬚 我都會讓它跑出來 就是 像這邊有一點點 就是不理它 就是會比較 隨性一點 我覺得它蠻好的 然後 這邊是之前剪的瀏海 我會讓它 跑下來 沒有瀏海也沒關係 比較鬆的地方 它就是會自己 留一些這個 它就會自己掉下來 但我就是 這樣子就出門了 我不會管它 就很快 今天 今天耳環來帶這個 這好像之前 COSE買的 它有點像一個 豆子 它不是圓的 它是這種橢圓形的 很可愛 這樣一顆 我有四個 洞 然後後面的幾乎都會用 小小小的 金色的 不然後面有洞 還蠻容易合的 好 平常生活就是這些 然後 我就會噴一個香水 然後 這個 我自己夏天噴 我會覺得有點重 然後我覺得像是 秋天 或者是 春天 像這裡天有時候 天氣比較涼 我就還是會用這個